这个事发生之后呢 我接到个电话 就是CETV体摊风云人物评奖委员会 因为每天我都是他的这个评审 给我打电话问 说梁老师您认为孙杨还能参与评选最佳运动员吗 我听了这话很惊讶 我说这还能用说吗 当然他没有这个资格了 虽然我们说最佳运动员 可能更多的是看重他的成绩和业务素质 就像我们评选这个技术兼兵 有时候可以容忍他一些道德上瑕疵 可是孙杨不一样 这不是道德问题了 这已经是处犯法律了 行政拘留几天了 就作为全国的最佳运动员 他应该在起码来说 在法律上应该是没有瑕疵的 如果在法律上他都处犯了一些条文的话 他做这最佳运动员将会产生负面的社会示范效应 这不用讲的是 当然他就没有这资格入选了 所以最终呢 我们看这个CETV体摊风云人物评奖的 也是把孙杨这个参选这个资格 应该说给取消了 而且他们也提出说 网上80%网友不同意孙杨参选 我认为这个根本不需要征求网友的意见 这应该是一条原则 怎么可能按照法不责重的方式 大伙说说吧 行那就过去了 我觉得这并不严肃 他就应该是没有这资格 那么我们看 失去了评选最佳运动员这个资格 说实在的 如果他没有这个事的话 这两年论体育成绩 孙杨获得这个最佳运动员 可以说80%的榜 那么这个付出了代价 罚两千块钱 对孙杨来说无所谓 行政拘留七天 这个恶劣的影响太大了 那么这个事情 我说是孙杨的成人理 还有另外一层面意义 他除了借这个事情反思以外 这个事情其实 还在告诉孙杨一个道理 你做了事情 你必须要为自己做的事负担责任 不能因为你是冠军 别人都惯着你 我做了什么事 我不负责任 无所谓 我由着自个性子 想怎么干怎么干 中国的教育往往就缺乏责任教育 你比方说这孩子 走走道 啪叉摔那儿去了 其实这是孩子自己走路不小心 没掌握好平衡 家长往往过来 使劲堕揽下地 败类 就你把我们孩子摔成这样 你自己孩子走道走得不利 所以你怨着地干嘛 这孩子小小年就产生个认识 无怨我怨着地不平 澳大利亚有一年 三个孩子玩火 结果造成山火 好多人家都受损失 着火了 这么点孩子没法服刑事责任 家长带着这几个孩子 二脉二户的 非常沉痛的鞠躬道歉 就是让这小小的年纪心里头 你得想到 我自己做错的事 我自己必须为这事承担责任 我即使没有能力把这事做好 我这种责任 我必须要接受 所以我说 孙杨到这个年纪了 到这个地位身份了 他应该知道 自己必须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任 人为什么是成年人 就是有担当 懂得负责任 知道我要接受规则的约束 如果违背着规则 我就要受到规则的惩罚 这是每一个成年人在社会安身立命 首先要做到 所以人有的时候重要的不是技能 恰恰是规矩 没有技能 你的生活质量可能会差一些 但是没有规矩 你不可能在这个社会上立足 所以承担责任 就是人守规矩的最好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们说 这次拘留对孙杨来说 应该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成人礼 希望他要吃一切长一支 不能屡次的再犯这样的错误